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一键启动手扶拖拉机 这款手扶拖拉机用的柴油机是V2195电启动柴油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电瓶箱 这个是电瓶箱 这里面是一块60A的电瓶 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边有一个电钥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线索的连接方式 我手里拿的这一根 是接到电瓶的正级 这边有一个打起线 我们其他的线数是在这边这个盒子里 我们都已经给你装配好了 不用你自己安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根线 这一个粗的铜线接到启动机的正级 这一根绿色的线 叫启动线 这边还有两根黄线 这两根黄线可以接到柴油机的灯 或者是分轮发电机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根打起线 整机是通电的 如果你打铁不好的话 这个电瓶都会启动不起来 这边有一根打起线 下面我来操作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和尚电源开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